这个YT的这个 斗内的这个账户 因为进了木可的账户 那就搞不清楚 到底是公账还是私账 这所了解到是完全混在一起吗 这个就是不尊重专业的结果 是不是有一个良袖局 还有问嘛 而且过去也是被公认说 良袖局在这个 不管是财政纪律 或者是司法性上面 他都是非常专业的 而且是非常应该说公正 可是你知道在之前的报道里面 讲柯文哲怎么看良袖局 钱如果要过他很麻烦 那很麻烦怎么办 很麻烦理论上你要做的事情是 要嘛你就配合他 至少他能够保证 至少他的经验会让你 免除牢狱之灾 那或者是你如果要轻松一点 随便一点的话呢 那你就把它做好 这是两件事情嘛 我认为跟柯文哲有关的 比较方便的钱 他就会拿出来用 什么叫方便的钱 比如说政治现金专户捐款 我们如果比如说 钟小平捐给柯文哲 陈伯伟也捐给柯文哲 那这个钱因为我们要登记 我们要写名字 然后具体金额什么时候 所以那些钱是不好动的 他只能在选举的时候动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想办法把 因为你可以把这些账户 分成很严格跟很随便 那最严格的一定是政治现金账户 所以只要钱进了那边 他就非常难动之 不可最好因为私人公司 管不到 对如果没有进入司法 我们还不能查他的账 那是私人公司 你怎么可以查人家当 虽然我不能查台积电的账一样 然后再来他有一些协会 或者是智库基金会 这些就因为有公益性质 为什么 因为捐那里的钱可以抵税 所以那边就会有比较多人可以看 所以他是可能是相对 这个政治现金最严禁 再来没那么严禁 那私人公司一定是最随便嘛 所以你看他们的逻辑很简单 如果不能 如果能够放的话 尽量放到好用的地方去 放到木可他可以随意运用 放到木可随意运用嘛 所以今天 李文中跟徐甫讲的话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徐甫你这样算不算在空中创供 你怎么可以把你去调查 一天到晚在讲说 这个媒体什么侦查不公开 虽然媒体本来就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 再来一天到晚消遣 这个周刊叫禁周刊 叫做禁检 现在民众党叫他们都叫禁检 有北检 有检联 有禁检 然后一天到晚讲说 这个好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司法 结果你自己接受访问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说出来 他把他调查官问他的所有内容都讲出来 问他是查金华产的政治现金 他就说是政治现金什么东西的 对啊 所以他现在讲话的对象到底是谁 徐甫你要小心 你不要一天到晚好像人家邀请 你就要去赚那个三千块五千块通告费 你每次讲跟陈志伦讲 讲一讲两边都拼不起来 很怀疑人家 你们连睡在一起都不会串供了 笑死 所以徐甫他讲这些话 第一个有这个串供问题 第二个他把责任都丢到李文中身上 这突然 昨天我就在这个节目 我们就提一个问题 他背信针对谁 我后来发现他背信就是针对这一条 对啊 对不对 他其实就针对这一条 因为徐甫说这个进目可账户 还没有拿出来使用 对 他说当初相信他不会侵占这笔钱 徐甫的意思 他意思是讲李文中侵占这笔钱 其实就是在影射 徐甫的意思是说有一个YT捐款 我问大家很简单一个概念 请问选举期间民众资深的捐款 你是捐给民众党未来发展党务用 还是捐给柯文泽选举用 那如果你的起信动力 你在捐那一条钱的时候 你是想要捐给柯文泽去选总统用的 但凡哪怕只要有一个人是这样子讲 这个金流就有问题了 我跟你讲 国民两党五党第三势力其他政党 只要哪怕我身上有一条这种 新闻就做三天了 柯文泽有办法弄到这样子 整面墙都是 然后民众党还在那边死 死账账说我没有问题 金流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YT捐款 他就有民不服使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李文中便宜行事 把他把从最严谨的政治现金 因为他们捐的人是要捐给他选总统 但是因为通过了YT的这个管道 他所以就把他挪到 木可公司里面的外币账户 那徐甫讲完这一段之后 还加码 说这个木可公司 只有李文中的可以使用 意思就是这几百万 有可能被李文中 拿去公司混淆在一起 这都徐甫讲的 这是不是符合我们第一段讲的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民众 要把责任都丢给李文中 然后柯文哲再说他不知情 柯文哲这么重视网路的人 一天到晚跟网红 在网路上做节目 他开完选完总统的第一个检讨 他检讨的第一个要点是 我当初不该把民众资深 跟KPTV分开 意思就是这样子 要重新建立两个节目的流量 当初合在一起的话 他那几十万上百的订阅 就可以全部都捐给我柯P 什么KPTV 他从头到尾都知情 他怎么会不知情 而且除了民众资深还有KPTV 检调还可以再去查 他们开了好几个频道 可以再去查 所以接下来几个重点 第一个责任要推给李文中 第二个柯文哲什么都不知道 第三个我们所有的人 都没有经手钱 就是这三个 于是你就发现 民众党的金钱 呈现一个真空的状态 柯文哲不知道 黄珊珊不能碰 李文中很负责任的不清楚 许府城市没有多少钱 所以民众党的钱就像一个真空状态 就像一个空气一样 好像有那个东西 但大家都不能胖 不知道不清楚不负责 有这种政党 这种政党说你会遵守财政纪律监督 这种是看不见